那将军的两个妹妹一斗嘴就画风突变 还真是有点可爱 他们两个总是心影不离 让人难以区分 看到梅杨向着两腿发抖的时候 他们毫不顾忌的开始嘲笑 这小那个叫思思 她的力气最大 性格也比较冲动活泼 当她一秒试破梅杨的偷袭时 竟一边比出剪刀手 一边炫耀自己的狗鼻子黎明 但她没意识到自己把梅杨撞到镜子那边了 因此被二姐小弟子骂 眼看梅杨已经靠近那面镜子 思思看起大柱子就猛的砸过去 她一心想对付梅杨 完全没想到可能会砸坏镜子 小弟突然震惊的样子好可爱 暗黑梅杨有点难对付 小弟就将目标转向二宝 以此威胁他们投降 思思瞄遍拉拉队成员 拿着花为姐姐的妙计欢呼 为了稳定大姐的心绪 两个妹妹给居民洗脑 创建出一个虚假的完美小镇 一位士兵属于看守 让一个恢复记忆的居民 跑到暖牙面前 差点害她也恢复记忆 那将军因此非常生气 她的妹妹当然不会饶过那两个士兵 处罚的方法真是鬼榴莲 另一个士兵看到后 吓得瑟瑟发抖 赶紧逃离现场 飞燕和懒羊进入完美小镇后 也被他们洗脑 并植入调皮孩子的记忆 看看他们这爱玩的样子 简直是调皮过头了 那将军的两个妹妹也是够调皮的 偏偏植入这样的记忆 不会是故意想看他们搞笑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